字幕君 字幕 李宗盛 Fill1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Edan 我是Ronald 请支持死诗死时44 Ronald和Edan继电影合加辣后 在死诗死时44在组父子园 演章是父子 但有别于上一齐出戏 这次他两个好像贴错门神 好在他们一早已经建立默契 才可以演得自然 默契啊 这次默契当然会比较好 是 因为上次可能 初期 都会有一点害怕和紧张 但是这次 他说我 是啊 他对着我都有一点害怕和紧张 但是这次他就完全没有了 是啊 他一来都 喂 阿仔 我都 哎 熟了啊 老爸 是啊 但是因为这次的setting很不同了 因为这次的setting 和上次这个很朋友的父子又不同了 现在变了是很 很不适合的key 就是各自都 不想和大家说话 那都有我们有点 心里面有条刺 是 有些设计可能 其实可能初期一路都看到大家 但是每次说话都对不到眼 就是永远都是 没有得对望地说话 那所以 但是正正因为默契真的好了 或者熟一点 所以我们这次都可以一起 夹很多东西 而且我都肯定了 一起去讨论我们怎么做 这样 因为这次 其实是一套正剧来的 那它 是用黑色幽默去包 所以我们都不会有用 就像之前那样的喜剧去演 所以这次 拿走所有的夸张表情 就是说话的 比如那个节奏 加上我们这次是真的 一说大家就 我说一句 他就立即折迫一句 所以我觉得 这次的合作关系 是在上次那里建立下来 那那个节奏 不是说很简单 很容易就做到 因为 譬如 我要出来和他说话 但是他要在那一刻 刚刚看到他进房的尾 因为他都要做 不是说大家 一二三 好你数完三 你就入了 就是那些 你都要听着 人家的脚步声 那你要自己触个节奏 所以我这次 我发觉了 这第一个原因 是上次我没有发觉 就是他的节奏很好 Edan飾演的张子怡 性格火爆 好像躁狂那样 动一点就咆哮 他说每一次拍完 就声纱 都别说不辛苦 的确和平时做的很不同 或者平时都 我平时很少可以这样 刨敲 所以在拿捏上 这次我自己都觉得 有点难度 其实 就是 因为 这个角色张子怡是 一爆就爆到一爆 突然间就可以 一说他说一句就 就发疯了 那 我都会担心我会不会 好像死爆呢 或者观众觉得 哇 你真的 因为我都没看正片 所以我都 其实我现在都有这个 操心 但是 我又觉得这个 可能是这个角色 在这套电影 其中一个功能就是 他有这个特别的性格 那么 嗯 他一定是声音先 嗯 而且他一定要真的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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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 就是 又不可以太 但是 我叫 但是我不是出尽力 叫 但是我那个动作 就很哼 嗯 但是那些声音也夹不到 嗯 那就不行了 很多都是一拳打到动场上 就是这些好 就是好像这个角色本身 就整天都是这样做的 都这样 整天都是这样的 所以才会有后面 他都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做这个动作 他就捉住我 就是 所以今次这个角色是 的确是不是那么简单的 在电影里面 父子关系非常差 但现实中 汪奴说他从小到大 都很尊敬爸爸 从来都没有大声喊过架 就是 我觉得他 他说了几种 因为他 他 给我的感觉 他没有逼过我做任何事情 但是他会 他会解释我听 这件事是怎么样 就是比如 柠檬就是酸的 西瓜就是甜的 你自己选 但是你选择了一个 你就要吃光 嗯 你不要吃光 就吃这个 嗯 我自己选择了 嗯 所以 那时候 小时候 就已经学会了一件事 就是选择你的 你选择了 你选择了 你就要负责了 我家是 其实 关系好的 大家都很爱 大家都很疼大家 但是 其实沟通不算特别多 我觉得 这个现象都是 我这一辈 或者 很多人都会这样 因为 传统的 一些思想的观念 或者 或者 大家就是习惯了 这些不说出来 那么欲骂 或者 是的 就是 一直都是这样 但是的确 经过这两年拍的不同电影 都刚好关于家 我也有 尝试去 主动一点 去分享多一点 或者都 令我觉得家人 都 真的很重要 也很想为这个家人付出多一点 我是偏向跟他们说话的 就是因为 真的自己 因为自己以前都是 都是传统家庭的观念 就是 爸爸永远不会跟你说他的事 或者 或者 又不会表达到他 很爱你 很疼你 那些 OK 就是那些 所以 可能是这样 那我就变相 我和自己的子女 就是整天都爱了 我会主动和他们聊天 今天你做些什么 我好像听了人说 你买了一本书 还听了我看得很快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那他就会说一下 哪个好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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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以后 他们有什么问题 都会照样 的 他们连续两次演户 演户 如果下次再合作的话 想演什么角色呢 哈哈 做BL 哈哈哈 哈哈 哈哈 我觉得还挺好笑 应该会是一个笑片 真的 都是那句 都不介意 首先看剧 要完整 要好看 那些什么都不介意 是不是再做父子 还是好像 可能我说 他做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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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修养我 可以 可能他是老板 还是不知怎样 我觉得什么都可以玩 都很期待 可以再合作 真的 我不介意他 哈哈 哈哈 不是的 都说看剧馆 哈哈 我看剧馆就OK OK 那没问题 床气呢 床气都可以 首先 让我重复几个月 死思死时44 混集了多位好戏之人 好像有没有这无信君 杨伟伦 和麦佩东等等 尤其两位资深演员 刘刚 和邦尼姐 王文慧的演技 都令汪怒和Edan 叹为观止 我最难忘的是 那个场口 是刘刚老师的场口 我也是 是 因为那时候唯独 唯独到他那里 都笑到 搞不好 是啊 而且他两个 是演得很好 嗯 就是他们来唯独 那时候 我记得 因为那个角色 就是 那时候 邦尼姐 好像 整天都不在一种状态 譬如 他走到厨房 然后就想 咦? 我进来做什么呢? 我不知道 他走到厨房 但我们唯独 当时 发现他本人 也真的是这样 我们唯独到哪里 现在在哪里 是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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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 这个角色根本就是你 所以 一有了这个 那个时刻 之后 我就很留意他们的电影 我发现他们的电影 就是 那两个老人家很甜蜜 其实是很甜蜜 就是 如果你说 是 情线担当 我觉得是他们两个 这次 这部电影 以黑色幽默表达一个荒谬的景象 班业主为免单位变成空窄 夹手夹脚埋思 可见大家有多紧张一层楼 而现实中 Edan就觉得 买砖头不是必要 最重要是 懂得理财 我觉得要懂得理财 即是 无论你是 存钱 还是 置业 还是投资 还是搞什么都好 我觉得需要懂的 但是 暂时 都是先存在 又不是真的很多 可以做很多东西 那么 遲些再看看 就是 问一些专业人士的意见 我现在还在考虑 把我所有的身份 都捐出去 捐出去 捐出去 一元不留 我给你介绍一个 女爵安信托机 听到这个很好 很好 对 做很多事 很多小朋友都会觉得 例如 有什么事情 以后 我父母 便会说 没有 父母 买了糖 吃 对 你们自己找 所以 现在我在家里有个系统 我和他们赚钱 还有扣钱 即是他们帮家里做事 扣地 或者做家务 我们会有钱给他们 但是 譬如他们自己吃完糖 那些纸就乱扔 或者玩完 那些人收买 我又罚他们的钱 所以他们自己 现在开始有这个概念 即是他有这个概念 他知道 不要我做 否则我的钱 就是什么 但是 譬如我女儿说 要买 Airpots 她就会说 那我自己现在开始存 我存到 那时候 如果我不够 你可不可以资助我 我说 好啊 那我也鼓励你 存钱了 你存到那里 你差多少 那我可以资助你 起码给他们知道 你们的概念 因为很多人现在不知道 都是 除了教导小朋友的理财观念 Ronald也落力培育新人 他搞了个机动兵工厂 请来阿伦 哈头杨诗敏等做导师 到时也会亲自落场教授 希望将入行所得 传给新一代 自己入行很多年 现在 譬如 有什么可以做回 可以帮到 这个行业 唯一一件事 就是看能不能陪陪新人 将自己懂事 交给他们 他喜欢唱歌 他喜欢演戏 喜欢做主持 各样东西都可以 这些是 其实慢慢做 做得多 有经验 或者你不肯去学 譬如我们有导师教的 会好很多 所以希望可以做到 一些东西 帮到这一行 我现在 我也想学 我叫我一起学 这一年 觉得很好 就是很多前辈 真的 很想帮 很想教 很想 为这一行 变得更加好 因为可能很多时候 有些人经常说 为什麽 香港娱乐圈之前 可能越来越 越不太好 或者说 为什麽韩国 那么厉害 因为人家真的有 很多资源 还有整个系统 也有很多人教 培训 保持着 当香港没有的时候 现在就是 很多前辈 很多有经验的 演员去做 其实面上都是一种 模式 或者一种培训 我觉得 如果有这些东西 是对香港未来的 影视业的发展 是很好 很开心的一件事 全乃一班前辈 出心出力地帮些后进 令香港演艺界 越来越蓬勃 观众当然要继续支持 入戏院 撒香港电影啦 从Facebook啦